各位好 我是彭慧珊 講過今天整體的走勢不算太好 早段時間來說 曾經高開183點 曾經的升幅升到400點 不過整體的上升走勢似乎是沒有辦法延續到 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國各方面10年期的債息 仍然是相對偏高的 大家在擔心通脹會迫使 美國那邊的加息的週期是提早出現的 尤其上星期就業的數據是非常之好 再加上現在整個新冠疫苗方面 全部的接種率是增大 有望令整個環球經濟呼吸引元氣之日可待 都帶動到整體美股方面 連上個星期都是做好 雖然恒指早段時間是曾經升過400多點 不過也看到在下午的時間來講 港股的走勢就隨著內地股市的跌幅加大 似乎是無以為計的 尤其是一眾的科技類股份來說 在上個星期五 有傳出內地監管當局 會進一步去打壓整個互聯網金融的行業 甚至有機會可能就連這個 騰訊都需要將它基本上的互聯網金融 分成為一個金融股份 作為一個受監管的對象 都令到大部份投資者 對於一眾的中資金融類股份有所警惕的 最後的時間來講 恒指仍然升了94點 而全日成交額就去到1936億 不算太高 亦可以看回近日 每日當指數升得比較多的時間 成交額都明顯縮減了 不過有一件事值得去留意 就是恒指在近日跌到28,300的水平 就取值反彈了 而近這幾天 即是有比較多的利潭消息 都沒有令到恒指再向下 試低過28,300的水平 有網就說整個港股走勢 在1月份就落到28,200的水平之後 一直這樣抽上去 去到2月的時間 曾經升到上最高是31,183點 整個走勢 可能會形成了一個 市場的看法 就是一個叫頭肩頂的形態 而28,000也是一個重要的關口 只要不跌穿這個水平 市場仍然有繼續反彈的機會 不過也要留意 近日來講 外圍的息口去向 對港股的影響 仍然是比較大陰中市 甚至是驚嚇的情況 沒有之前那麼明顯 大家都是看著 是28,200的水平 不跌穿這個水平 還可以繼續看好